海底撈 這裡已經是岑溪的市中心了 叫海底撈 什麼間?竹底撈 我們過對面,年輕人都過對面 剛剛有一幕令到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我們隨便隨便問那個店的人 問他們哪裡有東西吃的?岑溪多東西吃 我們買完東西之後 我們走出那間店裡 他又出來告訴我們 還要指路 很熱情地告訴我們 這些是很神魄 我們又來昨晚吃東西那裡 現在的時間距離我們 距離我們搭火車離開岑溪的時間 就... 不是剩下多長 就是... 3點鐘的車 現在1點40分 我們再頭期走就要離開岑溪市了 這個地方我們不知道下次會不會再來的 所以現在把握最後的... 在這裡的時間再多走 可以走更多 雖然下一些毛毛魚 但還是要先走逛 我們看看神溪的食物 這裡是食物 這是食物 你叫這個媽媽的,給你 給你,給你,給你 給你,給你 這麼好聽你的名字 煙花而冷 蒸蒸子鳥,星星烏龍 你不是要喝這個嗎 我們果汁有沒有的 果汁 果汁 有杯雪梨汁 雪梨汁是不是沒有糖的 可以加糖 對,不要糖 要多個 要多個桂花籠 桂花籠 3分後 好,兩樣東西 謝謝 我們呢 我們在這裡喝完東西 兩點多了 下午 要去岑溪火車站了 我們一天一夜的岑溪之旅呢 就結束了 在三點鐘即將坐車的時候就來到 兩點半現在就來到岑溪站了 那這次岑溪之旅有什麼 要離開了 有什麼感染感想 對岑溪有什麼印象 你說先 我先說嗎 是 我先說,有一級別這麼長 其實我對岑溪是有一種很實色的感覺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岑溪其實是吳州的一部分 哈哈哈哈 但是呢 但是有很不同 但是那些習慣啊 飲食也很不同 它的古街也挺漂亮的 是值得去逛 再看一下岑溪 那些 那些這樣建的這些樓 我的感覺呢 岑溪 就是 可能這次就是 沒有看到什麼地方 所以 我的感覺就是 很 沒什麼感覺的 其實 什麼呀,我已經行運了 就沒有看到什麼地方 哈哈 就是沒有 就是以後有心 你不用鬥了 給大家看看 岑溪火車站的內部 那些列車準備入站 人們要站得很直 在營捷 這個是神溪站的月台 神溪站 神溪站 他們要迎接這些火車 站得很直 在營捷